pulse rates are spiking again they're huge 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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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つもやっぱり 作品の地震撮影 国家の中で お屋さんが来て たくさんのモア podcast は、どんなウォンが来ます いわゆる場所に ここまでご覧ください そのプロジェクトは 最常在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在家里面 另外一个是在你工作的办公室的场域 哪边是最安全的 一般来讲就是在结购物最强的地方 例如说就是一个梁柱的地方 或者在墙角的这个地方 万一房子倒塌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来讲 不受到伤害的这个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家里面我们经常会有堂皇床 堂皇床旁边有一个小走道 屋顶塌下来的话 那堂皇床旁边那个还是有空间 基本上是比较安全的 这里人太多了基地台超窄 人少的地方搞不好才会通 我想在一般的灾害之后或是地震之后 很多人都会急着要报平安 是不太建议 因为既然你已经扶命的话 那其实你早晚去报的话 其实其实都OK的 像9月地震之后 因为很多基地台倒塌 影片中看到了很多人要急着打电话 给亲友给朋友 其实就造成超窄 整个通信就中断 因为在灾害的同时来讲 可能有一些被房子倒塌 埋在里面 但是它可能需要跟外面的通信 让人家知道说 我所在的是在什么地方 让整个通信的空间留给这些受灾的人 加州大地震 现实生活中来讲 地震发生之后的短时间是不是有像影片里面讲的脉冲波 基本上它是没有的 我想在这个只是用抽象上告诉你一个现象就是 地震能不能预测 它是不是有前兆 也是全世界地震学家 地质学家 在研究的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比较危险的断层的周遭 我们会做一些仪器的监测 例如说我们会打井 去监测它的地下水 或是说我们在地面上 断层附近摆设一些仪器 去侦测地底下释放出来的一些气体 那台湾的地震车暴是全世界最好的 因为我们的速度最快 我们大概在26秒31秒之间 我们就可以测得到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 它规模有多大 最近不是网路上常讲 日本那个漫画里面讲吗 7月5号在太平洋那边有个地震 什么叫地震预测成功 有三个要素 你必须要多说对了 才叫成功就是了 一个是发生的时间 你不能告诉我今年会发生一个大地震 要讲的话你这个礼拜会发生 那个就算是成功好了 一个是地点 一个断层长度可能五六十公里一百公里 这个大地震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是规模 因为我们谈的是灾害 一般来讲我们讲 大概说6.5以上的地震吧 大楼停的一般就是在地下室 我们看到里面它有上面的天花板水泥 快或怎么样掉下来 如果已经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表示这个房子结构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受损 这个当然会有 但是这个地震力一定要非常大就是了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里面结构它很多梁柱 其实那都是很好的支撑的地方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在地下楼 你遇到地震的时候 你要急着逃出去或怎么样 其实那边来讲不会造成一些灾害就是 当然如果这个大楼倒塌以后呢 你在地下室就会埋在底下 就没有空间让你跑出来 当然你还是会活命 一般楼房如果真的倒塌的话 不太会是地下室这边整个crush掉 一般来讲可能是上部楼层 它可能在某个楼层受力会非常严重 大概十楼附近 那边大概会产生一些共振就是 很多灾害是发生在余镇 那当然最重要是因为主镇的时候 有很多的房子是半倒的状况 它结构的墙已经受损了 但是它没有倒塌 那看起来房子好像好好的 所以有些人来讲就没有戒心 因为它结的房子可能还好 我还可以进到里面去 但是余镇来的时候 往往这些所谓半倒已经受损的房子 它可能就会变前倒 在大的地震过后 你如果房子受损的话 你不要急着进到房子里面去 等到你房子的结构 大家也判断说OK的话 那再回去 台湾来讲 我们一直在呼吁这部分的社区自救 在一个大的灾害之后 如果这个是一个发生在都会区的灾害 像双北市这边来讲 大的灾害很多房子倒塌 我们马路大概都被房子倒塌后占据了 消防车或救护车其实出不来的 没办法通的 整个维生系统都被破坏掉了 如果你社区有组织的话 一般在这种灾害发生过后 没有受伤的人 马上我们就会到集合地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 哪些人没有来 已经受困了 我需要我们去救难 那来集合这些人都是OK的 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进行救助了 那这一点来讲 日本他们做得很好 他们有社区的这种自救系统 而且他们固定每一年 社区都会去演练 唐山大地震 我们经常会在一个大地震之后 就看到一些媒体或是有些人就说 前几天很多的一些青花跑出来了 很多的蚯蚓跑出来了 你看这些生物它都知道有些意象 看到这些新闻 在科学上来讲 我们要讲出一个道理 它是感应到有电磁波呢 或是怎么样的东西 当这些生物有这种 因为遇到什么情形 有这种怀应的话 科学家将来我是不是可以 同样利用一些现象 去知道说地震要发生了 我想这方面在以往的科学研究里面 有很多的教授在做这方面研究 但是最后都失败了 唯一成功例子大概是我们知道的是 1975年的时候中国在东北 发生一个规模7点多的大地震 那是在冬天 在地震发生的一个礼拜之前 很多的蛇跑出来 跑出来就被冻死了 明明你都在冬眠 他们当时认为 是不是一个地震的前兆 所以他们在当时就把 整个县城里面的人就牵掉了 结果一个礼拜后发生大地震 我想这是合理 就是在当一个地震 你的房子结构物整个倒塌之后 你受困在里面的时候 最好的动作上来讲 你就拿一个石头最快去敲击地面就是了 固定的频率传出去 这种固定的频率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人造成的 所以一定是有人存活 我们现在科学上的仪器 我可以侦测到这声音 是从哪边传出来的 这样的话 就让人眼就可以找到你了 当然你绝对不能去狂叫 不能在那边喊 这个大概都会消耗你的很多能量 回来 小镇不用跑 大镇你也跑不了 小大伙回来告诉我 一般地震的摇晃时间 大概一两两分钟 当你遇到地震的时候 你要去判断要不要讨 一般来讲 可能大地震的时候 你开始会被惊吓到 那之后你才回程过来的时候 可能过了一二十秒后 你才有能力去判断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是在高楼上面来讲 你一般来讲 你没办法往下跑就是了 一般建议说 你如果是在高楼层里面 你就不要动作了 就在里面 所以我想每个人一样 你回家 赶快看看你的防止结构 是哪边最强 瑞士9.6 你再次在高楼上 你这些人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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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破裂帶來講 除非你是在火山區域 可能地底下會有這種氣體出來 不然一般在正常的區域裡面來講 底下不會有這麼大量的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這種有毒氣體 火山的地震規模一般不大 地底下當然會釋放出一些氣體 現在在科學上面來講 我們利用最多的 我們去偵測冬氣 大氣裡面的冬氣的含量是比較低的 但是在石頭裡面的冬氣含量比較高的 石頭在產生一些反應的時候 它會製造出一些冬氣出來 當如果地震來的時候 某個斷層在動的時候 它可能會裂 那有些冬氣它就會跑出來了 你又會發現說 平常的冬氣量怎麼那麼低 那忽然間怎麼冬氣量會升高了 那是不是這個斷層在地底下 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很多地方我們都在做冬氣的一個監測 還在研究階段 如果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們人在電梯裡面 那你就死心了 緊張也沒有用 你也跑不掉了 你不要坐著 站著 站著至少你真的 萬一掉下一兩層樓的話 你腳是一個讓你緩衝 因為我們的身體結構裡面 重要器官都在上半部 六七層樓以上 那我看我們也沒什麼希望 地震鳥 這法院完全錯誤就是啦 你現在躲到一個密閉空間 當你這房子倒塌的時候 沒人知道你躲在那邊 這個情形也是一樣 所以我說這種都是錯誤的示範 你還點個火 房子在受損的時候 瓦斯在外洩的時候 你一點火馬上就爆炸 房子倒塌的時候 我們會把天然瓦斯管 那個管線要先切斷 你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點個火在那邊要看誰 幸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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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公公 不過我聽說 那博士在這裡的那邊 幫了阿西吃很多人 這是九一的當時的情景就是 在九一地震 我們有發現很多一些現象 就是說他們跑到一樓的時候 剛好房子也倒塌下來 我們如果是在一樓的這種空間的話 你可以跑到外面去 但是在二樓以上的空間來講 我個人是不建議你往外跑 開始地震可能會比較小 但是到後面可能十秒五秒以後 地震力會變得很大 剛好這個時間點可能房子就倒塌了 必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 九一地震發生在吉吉 吉吉距離台北大概一百多公里 這個地震波傳到台北市這邊來的話 大概一分鐘 開始我們的燈就一閃一席的 九一地震的時候 台中這邊的一些高壓電塔已經倒塌了 整個電力已經沒辦法輸送到北部這邊來 我印象裡面大概十幾秒就開始搖晃了 地震發生的時候它會有產生坡 那我們知道坡有兩種 一個是P坡 P坡是上下搖動的這種 一個叫S坡 左右搖晃的 你在遠處的時候 你碰到S坡的話 就表示地震離你很遠 但是你先碰到這種上下搖晃的話 你就知道那個震央離你比較近 所以當時我們在台北這邊 九一地震的時候我們就一定左右搖晃了 那我們就這個地震離我們比較遠 所以地震波傳達的時候 你在山區這個硬的石頭那邊的話 它傳播的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進到一個盆地裡面來 我們講像台北盆地 台北盆地我們這個底下都是那泥巴 它的速度變慢 政府搖晃會變大 這些坡在整個盆地裡面 就在那邊繞來繞去 所以你會感覺到它搖晃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台北盆地是一個 在地震災害裡面算是最不好的區域就是 漁波、聖母峰與尼泊爾大地震 大概十年前加入滿都 尼泊爾的大地震 規模大概8.0 喜馬拉雅山這個區域 其實它跟台灣一樣它是一個碰撞帶 在這個區域裡面很多地震就是了 所以你看很多的結構物建構物都倒塌了 像有一些塔 他們那個宗教信仰的佛塔 它的商網人數95%以上 被我們人類自己蓋的房子然後倒下來造成 九而一地震以後蓋的房子不會受損 台灣的房子結構上來講 如果是用九而一的標準以上來講 5.5到6的地震不會受損 但是微老建築一定會受損 台北市、雙北市這邊的微老建築 大概有40萬棟 如果萬一在我們這個台北盆地這邊 發生一個規模6或是5.5以上的地震的話 那一定會非常嚴重 我們一直強調說整個台灣也是一樣 其他都會區也是一樣 這些微老的建築物要趕快改建 將來在地震學統治裡面 這些來講都是最主要的商網區域 還沒有發生大地震之前 趕快去做一些這種修建或怎麼樣 都是會避災就是了 以上是今天的解析 希望大家對地震災有深入的了解 下次見 拜拜